我現在擁有這間公司叫Keepwise 我們是一間幫公司或者團隊去管理他們內部知識 就是內部的問題或者是know-how的軟結力 我們現在主要的客戶都是科技公司 散播在大概20個不同的國家左右 我會覺得我在這邊其實是可以很專注去做我的產品 就是說我生活上其實沒有什麼要擔心太多的 四周圍也不會有很多noise去令我想太多木為營 如果跟香港相比的話就是 就是奧租了 因為這邊奧租很便宜 其實除了住之外 如果住不用擔心其實已經少了一大部份的問題 同一時間作為塔林的居民 公共交通也是免費的 開茶餐廳其實要理想的就是 你幾次開始所謂回本 感覺到就是第一筆扔下去 然後大家可能在6個月或者12個月之後就會開始回本 那你就堅持著operate 那科技開始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做些 現在這個市場上還未飽和的東西 然後那個market可能會很大 就是這種科技業拿投資 這種其實不是看回本 我們做的是那種可以快速scale up的business 所以才要拿投資 那我們主要做的其實是個growth 就是每個月的revenue grow得很快 回本這件事在科技startup裡面其實是不太關心的 就是我build到那些東西出來之後 我是可以快速狂張 但是你查看其實你快速狂張 你的限制就是你的鋪租啊 你的餘工啊 你的食材啊 你的成功一點點 那些東西 這一邊是有一群很聰明的 你可以很容易去問到他們學習的 例如那些大公司的founder 或者是高層管理 其實是很容易就可以content到他們 做一個外國人要找投資是很困難的 就是可以有scalability的startup 外部的投資幾乎是一定要中的 就是當然除非你是負現代 家裡可以給到那份幾百萬 那如果不是 找投資在愛沙尼亞絕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